北京时间2018年1月11日,勇士今天在主场106-125步迪快船,今天本应该是属于杜兰特的夜晚。杜兰特今天18中14狂砍40分,加上这40分杜兰特的职业生涯超过2万分,成为NBA历史上第二年先达到2万分的球员,仅次于瑞布朗·詹姆斯。 詹姆斯是在28岁17天的时候拿到的2万分,杜兰特现在是29岁103天,但是里程碑变成了里程碑,快船的路威略姆斯今天狠狠地给勇士上了一课,卢伟本场首发上场35分钟,爆坎50分二篮板7助攻,单单在第三节卢伟就得到了27分,50分也是卢伟职业生涯的最高分。 此前在2016年1月8日对阵雷霆时,卢伟得到过44分,那个时候杜兰特还在雷霆,打杜兰特就轰最高分,卢伟这是跟阿渡有仇吧? 而单捷27分也是联盟本赛季个人单捷得分的最高分,此前单捷得分的最高纪录是库里的26分,赛后据ESPN统计,卢伟自今年1月份以来场均可以得到33.2分,就这还有三场是替补出场, 这个得分可以排在联盟的第三位,仅次于勇士的库里和猛龙的德罗赞,这场比赛开打之前,快船面对勇士已经12连半,三年没赢过勇士,这一耻辱的记录,保罗在的时候没做到,格里芬没做到,想不到居然让卢伟带着半只残阵做到了,赛后卢伟也是对记者表示,我不想离开这里,我已经把快船当成了我的家。 再来说说勇士,库里不打,柯尔却直接安排汤普森轮休,根本没把快船放在眼里,真是有点太过分了。 而在第三节当卢伟手感爆棚单节凯下27分,柯尔还是坚持一防一的策略,赛后柯尔也是主动背锅,直接被记者表示,快船可能是觉得我轮休了克莱,让他们受到侮辱了吧。 这场输球的责任在于我,我们今天防守端没做好,打得缺乏纪律性和专注度,让卢伟找到了手感,他凭借一级之力赢得比赛,今晚是个不好的夜晚,而格林赛后也是不高兴的对记者说道,卢伟找到了手感,我们应该改变对他的防守。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,我们是应该以对一防守感到骄傲,但是当他手感那么好时,我们就该做出调整,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差了,NBA无弱队,向卢伟今天的表现脱脑至近。